这下完蛋了 这下真的完蛋了 这个天蓬被冻坏了 这个位置全都冻裂了 我的妈呀 2023年的1月14日 农历的腊月23 东北人的习俗是一定要吃早饺 面团是妈妈凌晨5点提前醒好的 这会儿七点钟 老爸老妈揉面 擀皮包馅一气合成 对于北方人吃顿热乎的水饺 是既平常又彰显节气氛的 透亮的饺子配上一碗热乎的饺子汤 幸福感满满 在边陀墨河一旦进入小年 很多事就要抓紧办了 早早的忙完 把春节前的时光都留给春节 我把客栈的床单被绕 抓紧送去清洗 再取回来一大批备用 春节前就这样吧 街道上已然有了过年的味道 大红灯笼高锅挂 平时离冷清的街道 难得遇上堵车 在外忙碌了一年的年轻人 都开车返乡 与家人团聚了 也就是过年气氛到位了 路上车也多了 好多在外地拼搏的人啊 也都赶回来 过春节了 今年比往年热闹的要早一点 可能是三年了 这三年都憋坏了 也可能是说各地春假放的早 我妹妹他们在外面上班的人 至少已经洗钱 20天就已经放春节假期了 因为身体不舒服也干不了活 还不如就放假回家过年了 我来到这个商店给孩子买点零食 哪种海苔 这是单片的吗 这一大多少钱 那我要两大 再给他买点别的吃 16个月 饼干上次买的还没吃完呢 这个猪猪肠他可以吃吗 朋友们你们那里年味十足吗 反正我在北方是感觉到过年是挺隆重的 因为这里太冷了 需要更多的节日气氛来暖这个世界 刚刚给孩子买完零食啊 这次我去前面这个鸭子店 买一只烤鸭池 今天没得鸭子吃了 家中有事停业几天 采购完毕我把车子停进暖铺 感觉好像忘了些什么 哦对对对对 我还有两台图挂扔在小区的停车位 冻着一冬天了不能让他们心寒啊 我是挨车的 我得过去看看 顺便给他们打扫一下 白个小年 哈喽朋友们好 我是勇敢达林 今天是农历的腊月23 进了腊月23等于过年关 马上就过年了 来看看我这两台月托挂房车 朋友们 你们关心 沐河整个冬天 究竟下了多少雪吗 下了多厚吗 在道路上是看不见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要求的 下过雪以后被 还原工人清扫掉了 但是我这两台车呀 是整个冬天都扔在户外的 所以说每一寸雪下在我的车上 都是被保留下来的 咱们来看一看 究竟下了多大的雪 有多厚 这是我常年随身携带的一个刷子 咱们插进去 在这个位置 大家来看 30厘米有吧 咱们再看这 这就更厚了 这个插进去 基本上刷子就看不见了 这里的雪从镜头上不知道能不能 看得清楚啊 目测有50厘米 今天来的目的呀 不是仅仅的来测这个雪的后的 是来扫扫雪 因为马上过年了吗 扫这个雪就像切蛋糕一样 先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 直接推掉就好了 这雪有多厚啊 其实雪的重量是很沉的 整个冬天都没有进到内部去看一看了 大家来看一个脚印都没有 也不知道里面啥样了 我我我我我我 这下完蛋了 这下真的完蛋了 这个天蓬被动坏了 这个位置全都冻裂了 这个位置全都冻裂了 我的妈呀 哇 这 大家来看 全都冻脱皮了 这里还出现了裂痕 这是热胀冷缩的结果 其他设备 这些 也不知道怎么样 水龙头 水管 我靠 这卫生间的声音 要命啊 这些东西现在是没办法去检查的 只能等到明年春天 春大风 这门怎么这么大的膨胀力呀 估计是冬变形了 我的天 我操 太恐怖了 哈这里都 全都变形了 朋友们肯定会问 今天不是暖冬吗 还会冻坏呀 那去年了 去年出现这个问题吗 去年我这个车放在酒地那里了 酒地那是松原没有这么冷 前年我是租了暖裤的 就今年 今天条件不好 哎呀 没舍得租暖裤 结果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所以说墨水有多冷啊 哇 你看这 这车 全都冻坏了 这没什么用了 这全都冻上打不开了 哎呀后悔呀 不如租过暖裤花个几千块钱 这样修起来的话 这就难搞喽 整个棚 搞不好都得更换掉 这个天窗也看不清啊 全部被雪覆盖了 这手疼的要命啊 视频看到这儿啊 咱们 估计很多朋友纠结 说我肯定做假 没有那么冷 因为没有哈气嘛 怎么会没有哈气 大家也看到了 虽然说 零下40来度 但是整个车内是没有结冰 没有哈气的 这是为什么呢 那咱们坐在这会儿就 冒着严寒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因为实在是太冷 车内没有住人 它产生不了热量 车内跟车外是均衡温度的 不产生温差的时候 它是不会结霜上冰的 这是第1个问题 另外呢 还行啦 剩下的回家 回家再回答 可是待着 早晚冻死了 现在阿林回到了 家里面 回到家里的车库 现在在车里面 这个环境比较安静啊 老手知道我 挺愿意在这个车上面 这个封闭的环境 跟大家聊聊天 昨天的视频啊 是阿林吐露一些心声 没想到这么多朋友给咱评论了 到 目前为止是 244条评论 这244条评论呢 我一一看过了 非常感动啊 虽然说不能一一回复 就通过视频的方向给大家 报个全了